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金融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联合进行市长施政总质询时 质疑市长谢国梁家族 涉及到市内儿童乐园的预算标案 谢国梁强调所有的标案都依法招标 和他的家族完全没有关系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联合进行市长施政总质询 刺破气球 讽刺市长谢国梁贪婪邪恶 其中市议员张浩瀚亦有所指 质疑市长谢国梁家族 可能涉及到市内儿童乐园的预算标案中 这一间公司过去这几年来 所经营最大的商业空间的一个设计 几乎都是大鲁阁跟爱乐园 当然这两件事情 这两个公司 因为你不是负责人 它没有跟你直接的关系 不是不是 这完全跟我们家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想先说明一下 那大鲁阁是不是跟你们家族有关系 我是说瑞祖 对我没有说跟你们有关系 我没有说跟你有关系 因为这两间公司也跟你没有关系 你又不是负责人 我只是觉得 这件事情 你说如果说大鲁阁 那是我家族的公司没有错 对啊 所以我讲的没错嘛 你讲的没错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不是讲说瑞祖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讲过 我刚才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件事情 从他过去拿到1800万的标案 到变更设计 1200万标案 他已经超过50%的相关的内容 这件事情合理吗 第二件事情 我必须要谈的是 接下来我们还有1400万的室内儿童扩大 就是吸毒的这件事情 如果依照同样的变更设计的一个操作模式来讲的话 依照采购法的第22条 原油采购之后续维修 零件提供供应更换或扩充 必须由原厂商来提供采购 那等于说瑞祖公司 针对于室内儿童游戏场 他在基隆拿的标案 就已经高达了4400万左右 针对一个儿童游戏场 还不用 他只要拿过第一次招标的过程 他就已经可以拿到这么多的一个金额 你觉得这件事情合理吗 我只讲一件事情 1800万拿到了 他做了设计了 他做了施工了 结果他又拿了1200万 只透过变更设计的模式 又拿到1200万 接下来 为什么变更设计 可能要请相关单位讲一下 对 没关系 他是透过变更设计 他没有另外透过所谓的采购程序 接下来在1400万 他可能又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来进行的时候 你觉得这件事情合理吗 我只要问这件事情合不合理就好了 还有1400万吗 市长你居然不知道 所以加减预算下礼拜要审 你多了1400万来做室内儿童乐园 但是一定是这个公司来做吗 一定得是这个公司 所以我提出问题 我觉得应该让社会处 不一定是一定是要 不然的话 我拿到一个1800万的表现 我附带还可以增加了2600万 你要看这个公务上是不是有潜力 因为我觉得这些公务程序 抱歉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请社会处说明一下 有没有说一定要是由这个公司来承包 没有你说明一下没关系 而且要看这个东西的扩充的合理性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如果还是透过变更设计的手段的话 他这件事情真的很夸张 不过后续轮由国民党籍市议员于三发咨询室 也特别让市长谢国良曾经这件事 谢国良强调所有标案 都依法招标和他的家族完全没有关系 首先就是我们的前两座室内儿童乐园 包括信义室内儿童乐园 以及七堵室内儿童乐园 它并不是我们政府的预算来施作 因为那时候刚上任 希望在百日内有一些基本政绩 所以那时候是募捐企业来做一个捐赠的仪式 然后等于说信义区跟七堵区 是企业所捐赠的 那之后有了预算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中正区 中山区还有安乐区 那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施作的这个范围内 可能有一些预算的一些增加可能的需求 所以我们编了追加预算以后 可能又因为设备的不足 所以也要继续后续再来追加这样子的预算 那这个追加预算也会由公开的招标来决定 不会给任何的一家 包括他刚刚提到的这个瑞族 那瑞族这个公司 过去我是没有听过 不过按他们说 这是当年游戏爱乐园的一个设计宝宝厂商 那这个瑞族公司 我要特别跟您说明 也不是跟我们家族有相关的企业 那他也是透过公开评选 才能够施作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那大体上来说 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大家的满意度是相当高 不论是捐赠的 或者是用政府预算后续施作的 大家满意度都相当高 那我们也了解大家很关心 但是我们就要把它说明清楚 就第一 这个跟这个本人的家族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第二 那这个呢 也是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来进行 那最后的这个招标 追加的部分 也不一定是会由这个公司去得到 那刚刚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好像会由这个公司去得到 我想这个是完全不实的讯息 我可不可以在这边透过跟您的寻答 也让媒体朋友来了解 市长谢国良也感谢于三发议员 让他澄清不实的消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在市长市政总咨询时 提出有学生被罚写一千遍 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也是他成长到大不可磨灭的伤害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在市长市政总咨询时 用仁爱区中心某知名小学 用罚写来教育国小学生的问题 咨询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以及市长谢国良如何看待 然后写同样的字句的时候 因为太过于熟悉 所以大脑处于放空的状态 他只剩下手在动作而已 这样是真的能够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吗 那这样真的能够老师达到 老师要的效果吗 现在的教学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 适度的发写也许有用 但是还是要像刚刚处长所说的符合比例原则 大量的发写四五百遍 甚至到一千遍 我想这样的发写对于学生课业跟生活毫无意义 而且学生还会写到错过睡眠的时间不敢休息 手边发写眼睛看着其他地方 这样子不觉得很奇怪吗 没有意义 所以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 来让小朋友认知到他的问题在哪里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是他成长过程中不可抹灭的伤害 我说市长 我说市长 以前有被老师发写过吗 包括议员 我心里 这是我成长到大不可抹灭的伤害 所以也是有 那市长你有记得你之前被发写过什么内容吗 我不记得我被发写过什么内容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老师给我们的发写的任务是达不到的 谢国良认为现在的教育禁止体罚 因此老师在教导学生时的方式和工具也少了很多 但是不论用什么教育方式都要适当合理而且可行 所以我非常认同刚刚这个处长讲的 就是说他发写的内容一定要合理可行 我常常就是老师好像有那个过程就是 他会给你一个发写的规模 但那个规模是一个一般孩子没办法达到 然后他会 我觉得可能老师在给你这个规模的时候 他也知道你达不到 可是他还是给你这个规模的 然后可能你达不到的时候 他这个又会有另外的一个论述或者是惩罚 那总之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那也了解老师跟教育体系想要教导孩子的目的 可是我觉得这两种要均衡 要不然这很容易就会进入到虐待的一个范畴里 所以我觉得在行使这样子的发写目标的时候 要非常谨慎 不过我们那个时代是有体罚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老师在于 教导一个学生的工具有比当时来的少很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无论使用什么样东西的教育方式 应该要适当 然后要合理可行 教育处长杨贵姐也认为 过度的发写对于教育改正孩子的学习行为并不恰当 基本上发写是老师在审卓他的辅导管教措施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必须要注意他能不能够达到他手段目的的均衡 而且要符合比例原则 如果说达到大量而且长时间 那这个小朋友影响到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作息的话 那他就可能涉及到不当的一个发写 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学生的身心理 本期后续有跟学生做过面对面的沟通 所以这个学生的状况就是 因为发写这件事情对于学习还有上课还有老师产生一些排斥 那请问处长这是我们要的吗 这是我们基隆士要的教育吗 报告真员这当然不是 这个已经手段跟目的之间已经失衡了 我是建议说真员可不可以会后 把这个学生的资料给我 我们来做一些伤痕的抚平 我们做一些工作 那另外就是像这种 您刚刚提到这种情况的一个发写的话 其实他应该是 曾经有资商心理学者 在分析类似这种情况的发写 其实他会让这个孩子在发写的过程里面 他陷入在一个文字牢笼里面 甚至就是说一种痛苦的情境 他这里面他转不出去啊 他就一直无止境的写啊 那为什么不要用其他的方式来 意义不大 其实这样的一个管教部长做事 我们认为是不恰当 郑义芳表示是否可以让孩子 用写一两百个字字白书的方式 来代替发写 了解体会自己犯过的错误 是否会更好呢 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也表示认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金融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到865万 加上自辅制筹的577万 将要整修大五轮棒垒球场 本身就非常喜欢棒球运动的 议长童子卫 和市议员张之豪 特地到现场关心 未来规划师做整修的计划和方向 市议员张之豪直球对决 议长童子威打击出去 另外一球则是挥空 这是应负责蹲补和喜爱棒球民众 正在练习打球的安乐区长乐里长张德发 邀请会堪丸的议长和议员 一起感受一下 在有30年历史老旧的大五轮棒球场里面 打棒球的感觉 由于基隆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到 865万多元 加上市政府自筹 577万多元 总共1442万多元 将要整修大五轮棒球场 本身就非常喜欢棒球运动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特地邀请市政府教育处 公务处以及体育场等相关单位人员 到现场会刊 张志豪议员也到现场一起来关心 未来球场规划师做整修的计划和方向 这几年我们刚好担任明代的机会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可以争取相关的资源 让我们的棒球场至少是个 可以在三级棒球比赛的球场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了解 现在教育处跟公务处的状况 结果我们特别发现 大家讨论多时的志鸿池 计划根本还没有核定 那教育处有1400万跟我们这个体育署争取了1400万的补助来改造球场 这是非常好的事 问题是我们在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 他如果你看我们现在1400万做了一个基础检疫的修缮 万一志鸿池明年通过说要做要把球场拆除 那大家民众会怎么想 那我们其实要的是一个可以安全 然后舒适的打球空间 然后一个三级棒球就必须要有学生的看台 那也要有基础的设施 像我们现在厕所也没有淋浴间 然后休息区也破破烂烂的 大家来这边看到这像是一个城市的球场 更何况这是我们基隆市唯一的一座球场 所以我们希望发挥我们明代的力量跟声音 让政府可以重视我们棒球运动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 也希望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 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资源不要重复不要浪费 但是基本的让我们棒球迷或是球员 有一个安全然后舒适像话的打球空间 像话这个用语够重了 现在这个球场大家看的像话吗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来 我们会帮棒球迷或是棒球球员 来好好的争取一个 至少是一个检疫安全舒适的球场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意 我们会努力 那也谢谢志豪议员特别来参与 主要是建筑物也现在算老旧了 那很多民众有反应 也造成一些使用棒球的一些朋友 一些建议 那所以说现在我们针对 我们就配合体育署 现在今年有一个优质体育馆的计划 所以我们提了1400万的计划来争取 那我想后续体育署如果争取下来的话 我想我们会针对目前实际棒球场的一些 结构部分有漏水的部分 还有室内一些像厕所部分 常用道部分我们先做改善 那长期部分来讲 我们就会配合本府公务处自动池的一个设置 设置完毕之后呢 上面的棒球场 我想我们会再跟公务处来做个研议 也会听听一些棒球爱好者朋友的一个建议 看些棒球场怎么来做一个重新规划使用 就长期上来讲还是符合大家一个使用的目的 议长同志委希望在还没有真正要改建 大五轮棒球场前 希望市政府可以整修好球场内必要的设施 让来这里打球的民众和小球员们 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适而且安全的环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为让台湾成为海洋素养的典范国家 海洋委员会议补助县市政府 推广海洋科学旧材OSS 期盼海童从小就能建立正确的海洋知识 及环保意识 海委会主委管壁林率团前往建的国小官客 与副市长邱佩玲一起见证OSS 在地落实的情况 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研发的OSS 海洋素养系统课程 获海委会授权在台湾推行 想要感受海底压力打手伸进来 然后我就完全不能动 拔都拔不出来 探索不同海洋区域的特征 学生从实验中学习光 压力 温度和盐度 它这个是加了三匙的盐巴跟六颗的冰块 然后它就是要测这个 这样子的海水能够到几度 九点九度 另外还有理解人类生活 对海洋的影响及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海委会主委管壁林 与基督市副市长邱佩玲一起观课 加入学生们的小组讨论 感受海洋素养教育的落实 有一组同学他们在研究鲑鱼 他们要观察的是鲑鱼 然后看到一张照片 我们就问说 我跟副市长就问说 你看到了什么 他说鲑鱼很可怜 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很可怜 结果呢 过度捕捞 对 他说因为鲑鱼被过度捕捞 你想想看 国民小学五年级的同学 当他借由这套课程 他会说出我们在海洋生物上被过度捕捞 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觉得大人就很感动了 因为他就知道那是不能做的行为 那是人类伤害海洋的行为 那当他在这么年纪小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信念进入他们的脑海 然后是经由这么样的一个启发性的主动的实验的过程 去建立这样的信念的话 我相信他的一生他会热爱海洋 他知道会要保护海洋 所以我们鼓励 各县市政府跟基隆市政府一样 重视这个计划的推广 那我的责任就是去找更多的资源 希望能够在国家的预算当中 能够切进来更多的国家的资源 来推广这一套非常启发性的海洋素养的教材 海委会2024年启动补助县市政府 推广海洋素养典范教材计划 从台湾头开始 共同推动OSS教材 由国海院召集海科馆 海生馆与伯克莱加州大学 劳伦斯科学馆专家 共同组成OSS海洋素养台湾队 期望透过系统化课程 带给学生不同的海洋科学体验 让我们一起打造 海洋素养点赞国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 闪电头发行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蛙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地疑似违规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开蛙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因疫情而停办四年的儿童结牙比赛 今年在赌南国小登场 超过百位的小朋友参加 希望孩子们能建立正确的 口腔卫生保健观念 小朋友坐在镜子前 拿起牙刷专心的刷牙 每个动作都不能马虎 刷牙这么正确都会影响到成绩 对于我们之前在练习的时候 拉牙线的时候 手都常常会瑜伽 而且线卷的时候也会很痛 但是我们努力了克服来参加这次的 结牙比赛 然后每次在读书考完试 我们都会好好把错误的地方 再读一遍 找出正确的答案 今天参加的结牙比赛还蛮有趣的 就是虽然一开始会有一点紧张 但是快比完之后 就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难 然后比完还有闯关活动可以玩 因为疫情 而停办四年的儿童结牙观摩活动 今年恢复实体的活动 国小组总计有11所学校 110位学童参加 学生们需要进行口腔保健知识比试 牙线和牙刷技巧评分 最后再经过牙医师使用牙菌斑显示剂 检查清洁程度 第一名的选手要代表金融市 参加全国结牙观摩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的结牙观摩的目的呢 最主要的是在于教育我们的国小学童 正确的刷牙方式 以及正确的口腔卫生观念 让他们达到身体健康从口开始 金融市议长同志委 议员郑一芳 卫生局长张贤正 教育处科长杨永芬 特别出席活动 对于儿童牙齿保健 从小做起 呼吁家长学校一起教导孩子 正确的解牙观念 这一次是睽違四年后 因为疫情的关系 首次实体的一个解牙比赛 我想这段时间带给我们 基隆的这个小朋友们 很多非常多正确的这个 解牙的观念 从小保健 从小就牙齿保健开始做起 维护身体健康 这是我们过去 在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 是没有的资源 我想牙医师 我们基隆市的牙医师公卫 都付出自己非常多的时间心力 都是看诊的时间 来为我们这个社会 做一个公益的付出 我觉得非常值得肯定 所以我们也特别赶来 赌南国小来 谢谢牙医师公会的 用心跟努力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基隆市牙医工会 跟我们赌南国小 还有我们基隆市卫生局 共同举办了这个接牙比赛 那我想牙齿对于每个成长的小朋友来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们每天都必须要早晚刷牙 那今天的活动也非常有意义 是因为我们的主办单位 他用了饼干 先让小朋友先吃了饼干之后 然后再来刷牙 那刷牙漱口完再用显影剂 来看看自己的牙齿 有没有刷干净 那其实这一个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正确的知道 我该如何刷牙 还有饮食完必须要刷牙的重要性 那未来也希望这个活动 可以继续的再举办下去 活动下半场 特别安排了特需学生参加 这几年来 市任府和牙医师公会 积极整合各界资源 让特需生看牙不再恐惧 那我们的孩子 因为平常在刷牙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一些 很敏感的一个状况 然后藉由这个活动 我们让孩子看影片 然后听音乐 然后照镜子 然后慢慢的替他们剪敏感 然后他们也很开心 来参加这一场活动 通常特需的孩子们 他们更需要一个 比较缓慢性的进度 不是大家预期的说 我今天痛了 来了就可以直接看牙 他们需要更多的安抚 然后更大量的 我们所谓的tail show度 先告诉特需的孩子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秀给他们看 让他们知道说 你其实今天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帮牙齿洗洗澡 然后在接下来 实际到操作到他口内 但是如果当特需的孩子们 他们来的时候 他直接是牙齿痛了 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说 我今天直接要被做治疗 这也是回归到 我刚刚前面说的 我们希望先建立 稳定的三个月的追踪 三个月的定期检查 先建立孩子跟牙医师 之间的默契跟信任之后 我相信孩子对于 他如果真的临时有牙痛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 看牙齿好像没有他想象的可怕 所以我相信在往常之前的案例 是因为多数的诊所 他们可能一遇到特殊的孩子 直接牙痛来 可能第一时间只能做拒绝 因为觉得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 处理这样子的孩子 但是如果当患者 家长跟牙医师端 三者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默契 家长可以给孩子说 我们今天也是去找牙医师 叔叔阿姨看看牙齿 小朋友会发现 对啊我之前看牙都不可怕的时候 当他们再要踏入牙医诊所 或是医疗院所的时候 他们的恐惧度 我相信是平缓许多的 今年我们感谢 铺利基隆医院有帮我们承接 卫福部口腔健康师 这个特殊需求牙医的 医院的一个计划 让他们开始会在这个计划里面 做一些努力 那当然这个计划 只有一些基本的行政的 跟个案管理的费用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今年跟整个市府 跨团队去讨论 去回应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 五月六月的议会 最佳减预算里面我们去编了 这一个特殊需求者的牙医的 一个预算 我们希望我们目前基隆这些 牙医的院所 那不管是医院或诊所 如果有心 我们透过硬体跟软体的补助 硬体包括我们这些 牙齿的这些 基台 然后还有麻醉的基台 然后再加上我们早在外县市 比较有这些 经过麻醉之后做手术治疗 特殊需求者牙医的麻醉科医师 跟牙医师一起来协助 希望透过这个预算的争取 在既有的这些基础上面 能够真正把它做好更进阶的服务 在那个之前我们感谢我们的 部立基隆医院 跟几个牙科的诊所的医师 他们已经在我们带领之下 跟台北市的两家特殊需求牙医中心 一个是双核医院 一个是台大医院 我们已经建立了绿色通道 那实际上大部分的病人 目前我们可以在基隆的这些牙科 得到适当的足够的服务 极少数的个案 我们希望未来也可以在基隆提供服务 活动中 邀请了十二组家长带孩子们 一起参加亲子结牙组比赛 让孩子和家长共同学习 平常有在帮小孩刷牙 先让小孩自己学会 阿油自己去刷 那收完之后我们再做检查 有任何缺点 有任何遗漏部分 我们就帮他抓 让他慢慢知道说 哪里该抓 那也要抓干净这样子 那这次来我们知道是说 医师有帮忙检查 那我们还是有比较细节的部分 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还蛮还蛮不错的 那回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依靠医师说的落点 缺点部分我们就做加强 早上的话是国小组 比较紧张 下午的话是幼儿园 跟特区的小朋友们 那我们下午的话 就是一个解牙派对 那我们鼓励小朋友 还有家长一起来参加 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总共有八组到九组的亲子组 也就是说我们邀请家长一起来参与 不管是幼儿园 或者是特区的学生 尤其是特区的小孩子 因为看牙不容易 所以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在家里 就可以好好的把牙齿照顾好 然后照顾好以后 如果去看牙齿 顶多就是定期检查跟屠服 那检查跟屠服对小朋友来讲 是最简单的 所以不会有威胁性 也比较不害怕 透过举办解牙活动 让孩子们展现 努力的解牙成果之外 主办单位也安排了闯关游戏 准备丰富的奖品 让学生和家长都能尽情的学习 正确的口腔卫生保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端午节快到了 基隆市税务局举办 连镇透明基隆友爱 睡一睡平安的发票兑换香包活动 信任许多民众 踊跃兑换限量香包 这是什么 米奇啊 都是米奇 可爱造型香包 还有迪士尼授权卡通直偶香包 基隆市税务局举办的 连镇透明基隆友爱 睡睡平安发票兑换香包活动 吸引许多市民朋友捐发票兑换 我们也是希望挑民众喜欢的东西 对 那这个在外面应该目前为止 好像也没有看到有这个迪士尼系列 因为我有上虾皮去看了一下 可能其中一两样发泡龙是有 可是这迪士尼好像也还没看到 对那民众那么喜爱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 如果单价可以压低的话 我们数量就可以增加 这场捐发票换香包活动 民众踊跃参加 所募到的发票也将全数捐给慈善团体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走回来 都停满了 那就随便停好了